三月一诺首播与大帅双排 一诺公孙黎秀出天际 打出了15.5的超高评分 输出足足打了46%的输出 虽然说公孙黎再等一个叫一诺的人已经等到了 不过这皮肤出来也要等到今年的试惯了吧 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 我们小红发育录组合的配合 游戏开始兑现孙上香 大帅帮一诺抢线 全部打残之后 一诺二技能全部收下升到二级 换散打了孙上香一个措手不及 这就是FMVP射手的压制力 接着对面想拿下穿衫甲 一诺指挥大帅向前抢一下 结果却被孙上香打到残血 只好回到线上倾线 这个时候大帅正好把孙病勾了过来 一诺拿到一血 过一会儿大帅往中路游走 一诺下路一对二 对面想要拿下这只野鸡 但是一诺落了视野 被对面发现 先被孙上香消耗到半血 半血的一诺 面对对面两个满血 竟然完成了反杀 前期拿了三个人头 下路一对二 丝毫不虚 不到四分钟 就在对面野区跳起舞来 一诺这一波秀出天际 就是拿不到人头 可以称得上最会打工的打工仔 对面倒下两个之后 队友也都撤退 一诺和大帅 丝毫没有撤退的意思 一诺在对面的野区 疯狂展示舞资 大帅被凯粘住 眼巴巴的看着一诺 等到一诺拿了红霸符 立马就下大帅 有了红霸符之后 一诺的粘刃能力变强 不过一诺只负责输出 人头是一个不拿 这究竟是不想拿 还是队友太能抢了 身边一旦没有队 那人头进账 别提有多快 这一波给干将 下的技能都放吧 这一波属于人太多了 这边刚杀了一个 又来了一个 一诺不得不回伞 结果还有三个 在休息的这几十秒里 一诺看到了 哪吒的超标之处 一打三还能杀两个 这是不是让一诺想起来 与KSG的最后一局 即使有刘邦的保护 面对哪吒 也很难存活下来 哪吒 超标的一诺 超标怪 转一下 死完 九分半压高地 一诺输出爆炸 在高地跳起舞来 一诺还想多拿几个人头 但是对面一直躲在泉水 就是击杀不了 就是击杀不了 三沟 随便勾一个啊 顺便也可以啊 最后剑拿不到人头 只好点了基地 在打击 的 超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